在古代刑罚中,有一种名为战龙的酷刑,残忍程度令人发指,短短两个月内,这种刑罚竟然活活战死了370人,令满清十大酷刑也相行见处。 究竟是什么样的刑罚能够如此惨绝人寰,为何这种酷刑会在古代被使用,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社会和政治背景?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探究战龙这种残酷刑罚的实施过程及其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欢迎订阅爱史说。 在中国古代的刑罚体系中,战龙这个名字或许不如凌迟,腰斩那般文明,却以其独特的残酷性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它不同于其他直接导致肉体痛苦的酷刑,而是通过长时间的精神折磨,将受刑者推向死亡的边缘。 这种酷刑的存在,不仅反映了古代社会的残酷,也折射出人性的复杂和权力的滥用。 想象一下,一个人被关在一个狭小的笼子里,脖子被木夹固定,双脚勉强触地,笼子四周布满尖锐的铁钉,稍有移动就可能刺穿颈动脉。 受刑者被迫长时间保持站立,双脚麻木,身体疲软,却无处休息,更为残酷的是, 失刑者会逐渐抽走脚下的砖块,让受刑者不得不挣扎着支撑身体,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种漫长的折磨过程,如同一场无休止的噩梦,每一秒都充满了痛苦和绝望。 这种酷刑不仅折磨身体,更摧毁人的意志,受刑者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命运,却无法逃脱。 他们日夜与死神搏斗,每一刻都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徘徊,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比任何肉体上的痛苦都更加深刻,更加难以承受。 他剥夺了人最基本的尊严,将受刑者置于一种极度恐惧和无助的状态。 这种心理上的摧残往往比身体上的痛苦更加持久和深远,战龙并非凭空而来。 他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追溯到商周时期,我们就能在周易,是科片中找到何孝敏尔的记载,其中的孝就是家的雏刑。 这种刑罚最初可能只是一种束缚犯人的方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残酷的酷刑。 这种演变过程,反映了古代社会对犯罪惩罚认知的变化,也体现了统治阶级对民众控制手段的不断创新。 到了南北朝时期,北魏政权将立加正式列为官方刑罚之一,这标志着战龙开始进入制度化的阶段。 然而,在宋朝赵光义和金朝金章宗时期,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这种刑罚曾一度被限制使用。 这种限制使用的举动,反映了不同时期统治者对刑罚的态度变化,也体现了古代社会在某些时期对人性画质里的尝试。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战龙进行了系统的规范,他不仅统一了家的型号,还根据受刑者的身份制定了不同的规格。 为了防止滥用,朱元璋还规定只有指定的官府机构才能制造相关刑具,这些措施本意是为了限制战龙的使用,但却无意中为他的制度化奠定了基础。 朱元璋的这些规定,反映了他试图通过制度化来控制库刑使用的努力,但也暴露了当时社会对这种刑罚的依赖。 然而,随着明朝后期东厂、西厂和锦衣卫等特务机构的设立,战龙的使用开始失控。 这些机构拥有独立制造家的权利,加上皇权的默许,导致家的重量越来越重,刑罚手段也越来越残酷,这种失控的局面,反映了权力集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暴露了制度设计的缺陷和执行中的偏差。 即使是明世宗嘉靖皇帝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不得不对战龙的使用进行限制和调整,但这种努力收效甚微,无法阻止战龙被滥用的趋势。 嘉靖皇帝的尝试虽然未能彻底改变局面,但也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对酷刑滥用的某些反思,这种反思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性的光明面,到了清朝。 战龙被正式列为官方刑罚之一,他不仅被用来惩治重犯,更成为了统治者震慑民众的工具。 在一些地方,官员们甚至将战龙变本加厉,在受刑者脚下放置石灰,让烈日暴晒下的高温腐蚀他们的皮肤,造成双重痛苦。 这种变本加厉的做法,反映了一些地方官员为了显示权威而不惜滥用酷刑的心态,也暴露了清朝法治建设的不足和监督机制的缺失, 在战龙的使用史上,有一个人的名字格外令人印象深刻,那就是清末满人官员玉贤。 他在山东任职期间,为了平定当地叛乱,大肆使用战龙酷刑,在短短两个月内,玉贤就用这种方式处决了370人,因此被民间戏称为玉图户。 玉贤的行为不仅反映了他个人的残暴,也体现了清末统治者面对社会动荡时的无能和恐慌。 玉贤的行为虽然在短期内稳定了山东的局势,但也充分暴露了战龙酷刑的残酷性。 他的做法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反而加剧了民众对官府的恐惧和不满,玉贤的例子成为了那个时代官僚主义和暴力统治的缩影。 也为战龙酷刑的滥用画上了一个可怕的注脚,他的所作所为,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清朝统治的崩溃,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回顾战龙酷刑的历史,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残忍的现象? 历史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种反思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也为构建更加公正和人道的现代社会提供了重要参考。 首先,教育的普及程度不够,导致民众对法律缺乏了解。 在古代,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富贵人家,普通民众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对法律一无所知,在生活困顿的情况下,一些人为了生存不得不采取犯罪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严厉的刑罚似乎成为了唯一的解决办法,这种现象反映了教育对社会治理的重要性,也揭示了知识匮乏与犯罪行为之间的潜在联系。 其次,许多官员急功近利,不愿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通过教育来改变民风,需要长期的努力,而许多任期短暂的官员往往寻求简单粗暴的手段。 战龙酷刑就成为了他们震慑民众,维持短期稳定的工具。 这种短视行为不仅无法真正解决社会问题,反而可能埋下更多隐患,最终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仅仅依靠残酷的惩罚是无法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的,只有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增强民众的法律意识,才能从根本上减少犯罪,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谐的社会。 战龙酷刑的存在,不仅是对人性的挑战,更是对整个社会制度的反思,他提醒我们,权力如果不受约束,就会导致可怕的后果。 同时,他也警示我们,在面对社会问题时,应该用智慧和理性来解决,而不是简单的诉诸暴力。 战龙酷刑的存在,是中国古代刑法史上的一个黑暗篇章,它不仅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残酷,更揭示了权力滥用的可怕后果。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应该警惕任何形式的非人道对待,珍惜来之不易的法治成果,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更加公正,文明的社会。 满清十大酷刑包括,包皮,腰斩,车裂,巨舞行,灵池,一手,烹煮,弓形,月行,插针,活埋,镇毒,棍形,巨歌,断锥,灌签,弹琵琶,抽长,骑木驴。 战龙对比于满清十大酷刑毫不逊色,更是令人闻风丧胆,望去而推至,令人心灰意冷,清朝末年民不聊生,到处强杀掠夺,曹州发生强盗抢劫朝廷数万两响淫的大案,朝廷大怒,特批曹州限制到格杀勿论,玉贤一向以鹦鹉严库著名,遂被选作曹州之府。 时任山东曹州知府玉贤,为整治该地区治安,他命木匠做了四个旗肩高的大木笼子,把人装在笼中,用木环锁住颈部,笼中竖上木头,脚下先放上砖头,然后再逐渐抽去砖头。 身体弱的人,只需半天就死,身体好的一昼夜也会死,下电抽空,上井有环,相当于吊着,行脚行,早年欲嫌一心为民,心于百姓,常年寻查自己所管的地界,在当地也是有名的清官,当地更是传言到曹州,不管是盗贼或是强盗,想要犯罪者,看过御图护捉盗者,都回转而放弃。 只见十多个卫兵气势汹汹地搜查一家旅店,抓了十多个面黄鸡兽的人,用绳子捆绑千叶走过街道,围观的群众更是说道,这十几个人不出一昼夜就会命送鬼门关了,只见被押送的这些人到了周牙,看见玉贤威风凛凛高坐在堂上,只粗略地问了这些人姓名和履历,就立声说,站! 大门外五个大型木龙,正好装下这些囚犯,到了第二天,尸体像猫狗野兽一般被从木龙中拖出,这些人此刻已经奄奄一息,经历了生死的绝望,此至山东境内,盗贼明显减少。 战龙的设置是奉旨特许,玉贤因为能想尽办法惩治民众,得到太后特殊赏识,不到三年,就晋升为山东巡抚,后又调任山西巡抚,可谓是官运道路一帆风顺,然而后期的玉贤思想政治发生变化,在最后却是极力向朝廷推荐义和团的首要人物,是义和团从地下转到地上的关键人物,清廷与八国联军义和时,联军指玉贤为罪魁祸首,光学27年, 清廷下令加仲对守获诸臣之惩处,玉贤即行政法,赵书在甘肃追上了玉贤,玉贤被斩于兰州。 战龙卡住脖子,一开始站在砖头上,砖头抽走,脚下逐渐悬空,最后就脖子卡上面,等于掉紧了,清朝酷刑残忍无比,比比皆是,虽然不动刀不动火,没有肉体外伤,但这个是死刑,就是活活折磨人致死,罪犯进入笼子里,投入在外面, 被卡住脖子,也缩不进去,就得一直站着,笼子高度都是高于罪犯身高的,所以他们脚下都垫着砖块,要想不受这个罪,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身高跟姚明一样,估计不会专门做一个笼子给你,这个砖块是每天抽去一块的,导致垫脚高度越来越低。 唯一受力点,就是扯着脖子,点着脚尖站着,扯着脖子也睡不了,就是硬生生的耗死你,站龙是死刑势重,一直站到你死亡,以前在绿皮车上站过11小时,都要崩溃了,这种是站到死。 小编认为,宿死都是好死,没有痛苦,或者痛苦短,比如斩手,脚形乃至石形,石头砸死,站龙这种死刑时间太长了,弄不好几天几夜,就无时无刻活生生地体验自己身体的痛苦,是通过让人极度疲劳加剥夺睡眠致死,这太残忍了,那么能否趁夜里伸人静,偷偷蹲下来? 把自己吊死呢?不能,脚死是压迫脖子两侧神经致死,不是窒息,看裸脚的姿势和力量就知道,除非把站龙口子弄到产生对脖子的压迫力,才可以脚死,站龙是下巴磕着,且死不了呢,这种酷形还有其他花样,有的地方不用砖块,用桶装石灰水让犯人踩在里面,石灰腐蚀人皮肤的,这种玩法,死得更快,腿部皮肤在被腐蚀啊。 时时刻刻巨疼无比,令人惊奇的是,要是罪行过大,站龙有时候还是要花钱行贿才能弄来的死刑,用站龙替代斩首,因为那时候人认为尸首分家不吉利,有有全尸的死刑是最好的,如果想加石灰水素死,还得加钱,不知道这些亲属这么干的时候,有没有征求犯人本人的意见。 老残佑记里写了一个清官玉大人,最看不得恶人一直不死,还站着站龙,只要是站了三天以上,居然还没死的,尽快抽掉踏脚,一时三刻就死了,腾出站龙,新的恶人可以站上去。 所以,玉大人这里五个站龙足够对付所有小偷小摸,交不起粮,启食流民,抱怨其老的恶人们,然后三年,当地大治,所谓清官之治,或猛于虎,有人说,至少明朝万历年间就有站龙了,但大部分学者还是认为,清朝才出现站龙。 晚清光绪年间,库立玉贤推出了这种残酷的刑罚,战刑,这种刑罚之恐怖,足以让犯人在死前痛不欲生,后悔自己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犯人一旦被处以站龙之刑,就几乎没有再生还的可能,玉贤靠着这种方式,两个月内战死了三百七十人。 老残游记里的玉大人,应该就是玉贤,根据当时的观察,受这种刑罚的犯人,虚弱的在几个小时内就会死去,而即便是最强壮的犯人,也无法撑过一天,并且许多犯人临死前还会哀求官吏,直接处死他们,免得他们受到这么多痛苦。 当然官吏们一般对此无动于衷,他们给犯人判处这种刑罚,本身就是为了让他们感受更多的痛苦,让他们经受这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感觉, 当时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受刑者如果行刑之时熬不住,提前死掉了,家属也不能提前去收尸体,只能把用途掩盖一下,到了期限才能收走,冬天还能停两天,那到了夏天就是灾难了,早已经腐烂成为了一堆白骨,这就是封建社会的残酷,这样的刑罚还是合理存在的。 可见人性中那种隐藏的残暴,中国古代酷吏众多,没有一个友好下场,满人欲嫌也不例外,他曾迫害义和团,后又鼓动慈禧利用义和团,庚子国难后,被慈禧刺死,西林教案事件。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之一,1854年,有个名为马赖的法国神父就来到了中国内地,先是短暂的在重庆停留,之后直接扎根在了广西西林,西林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拥有诸多独特的习俗,就连清政府都很尊重这些少数民族的风俗,进行非法传教活动的马赖,却借着传教士这一名头,对当地百姓大肆于肉欺辱,他勾结当地的贪官强盗, 因此组建起了百姓不敢轻易反对的势力,之后借着传教破坏当地风俗,引发了众多矛盾,除此之外,他还借着传教的名义经常欺辱当地少女,尤其喜欢借着主持婚礼的由头,趁机伤害那些新娘,试想一下,当地的少女本来心怀憧憬,组建新的家庭,却在婚礼上迎来噩梦一般的侵犯,这种行为有多可恶。 马赖在西林地区坏事做尽,恰逢1856年的时候,西林来了个新知府张明凤,张明凤是靠科举获得外派当官的,对于清廷跟洋人之间的弯弯绕绕,多少也知道点,晓得洋人不好惹,但马赖的行为实在是太过分了,如果换个官场老油条来或许会稀释宁人。 但上有热血的张明凤实在不想看到自家百姓如此受苦,因此下令将马赖以及另外26名不法教徒悉数逮捕,作为罪魁祸首的马赖处以战龙之刑,最后活活让其战死,这才消了百姓们心头一口怒火。 西林教案事件导致法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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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